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28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任正非的演讲 到十四五的内循环 这个跨度有点大,最近 任正非的一个座谈会上的演讲 流传出来,那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另外呢,我也是结合任正非的这个讲话 我们来分析一下十四五里面的内循环的一些关键的要素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跨度会大一点 先讲讲任正非的这个演讲,这个演讲的题目是叫向上捅破天 向下扎道根 他是9月14号到18号 任正非和这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 的一些科学家和学生代表座谈,他做的一个演讲 整个演讲还是有点长 所以我节选了一些,我认为能够反映 任正非的一些想法的一些 内容,我跟大家念一下 他说 第一 我把它 一段一段的准备下来 第一,中国的科技状况很像二战前的美国 二战前50年,尽管美国产业已经领先全球 但在科研上充满功利主义 不重视基础研究,基础教育 大量依赖欧洲的灯塔照耀,利用欧洲的基础研究成果 发展短平快的产业 他当然 不直接讲中国,直接讲美国 他只是说我们来类比一下 这话就比较好听 这是第1个,他讲的是中国现在的科研状况 就是 其实就是利用美国,美国的灯塔发展短平快的产业 这是第1个,第2个 我国的经济总量这么大,这么大一棵树 根不强是不行的 不扎道根,树是不稳的,万一刮台风呢 我们拧开水龙头就出水的 短平快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这个 任正非的这个 标题呢,其实有点 有点话 有点语法不通 向下扎道根是什么鬼 往下扎,主体就是根 扎道根,那是什么扎道根 所以这个话其实讲 不知道谁帮他写的稿子 稿子 怎么说呢 向上捅破天,这什么话 就是说 华为呢 华为是有一个很有特点的企业 在华为,任正非是个神 神一样的存在 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就是两个特点 第一 有一个神叫任正非 第二 洗脑 华为从创建到一直到现在 他们的传统是什么,就是洗脑 疯狂的洗脑 不断的洗脑 给这些华为的员工洗脑 然后上面有个神,下面普遍的洗脑 然后他的方法论就是搞会战 打会战 这其实是很反映一个当年这个接工程 做工程企业的一种 基因,做工程就要动员 动员就要 就要熬夜,所以华为的行军床 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年华为的行军床很有名的 在深圳 就是说 每个员工的办公桌下面都有个行军床 那么要让大家心甘情愿的去做这件事情 上面要有个神 不断的发出指令 下面要进行洗脑 这很像中国 这很像中国 华为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企业 华为的企业文化就是 就是这种中国的一个缩影 那么任正非其实很多讲话,这很反映任正非的这个讲话风格 这就是任正非的语言 就说 就是不是很有文化 但是呢 他还是能够讲到一些痛点 否则他怎么会成为神呢 所以他还是有他的 独到的地方,所以我也是选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选出来念给大家听 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会,都会看到他的一些原文 第3 我国基础工业还是不强 小小的一滴胶就能制约一个国家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就是分子工程,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 这几千种胶,研磨剂,特种气体 都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 我国现在还基本达不到 很多技术一年只需要几千万美元 需求量只有几千万美元 几百万美元甚至更少 试看一下泡沫经济下有几个公司肯干这种事情 缺一种 就会抢一个国家的脖子 这讲的是日本,讲的是日本的 在这种胶啊,这种气体上的这种水平 4 我国每年有七八百万大学毕业生 加上中专生大概一千万 聪明的人很多 如果允许差别化教育 就是差指烟红 123齐步走,同质化就缺少活力 就不容易产生天才 世界上只有一个乔布斯就改变了移动互联网 差异化容易产生尖子,政策要支持少数人英才失教 他就 他还是讲 他还是在讲现象,讲各种现象 就是你看到中国的教育都是 123齐步走,都是同质化 他没有看到这个背后的制度化的因素 就是根本性的因素 中国的教育根本性的因素是什么 不是差异化 中国的根本教育是 他的教育宗旨 教育宗旨决定了中国的教育的问题 中国教育的宗旨是为什么服务 为中共服务 为洗脑事业服务 这才是所有一切的根本 这个宗旨决定了 中国的教育出不来人才,你怎么出不来人才 你只要不让他变成一个 服务于中共的事业,中共的事业的人 而不是 完善自己个体发展的人格需求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一个人 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独立的人 是一个符合他自己 人格发展需要的 这种目标 和你去培养一个 党卫军 中存一党 符合党的要求的,所有一切的,如果是这样的 这个目标是单一的目标的话,那肯定是同质化 所以其实任正非这段话,他并没有讲出来 中国教育的根本的问题,中国教育根本问题不是差异化问题 是宗旨问题 6 二战即将结束时,罗斯福的科技顾问 范内瓦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言中提出 要重视不以应用为目的的基础研究 面向长远,逐步摆脱了对欧洲基础科学的依赖 从此美国的基础科学 远远 领跑全球 形成了若若干重大突破 这还是讲 这还是在讲 还是讲一种现象 就是 就是说美国当然,这是一个发生的契机,美国基础研究 由于这件事情 最终实现了美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整体的飞跃 当然这个契机很重要 但是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 根本性的还是制度的问题 7.和平需要实力相当才可以获得,祥林少世的和平 是不存在的 这就是丛林法则 丛林法则 8.我们要耐得住科学家的寂寞与无奈 我们只有尊重历史 才会英雄辈出 只有承认科学的历史观,才有科学的发展观 这就是你们要好好做科学家 要耐住寂寞 但是精彩是我们的 就这个意思 9.我们今天受到百年未闻的打压和围剿 20万员工的忘我奋斗,在挽救公司的存亡 如果我们还有可能胜利的一天 我们不要忘记千万奋斗的英雄 各级干部部门要做好记录工作 追溯英雄 是为了产生更多的英雄 他们要产生更多的英雄 目的是为了 公司的存在 10.华为今天遇到的困难 不是依托全球化平台 在战略上压上重兵产生突破 而有什么错误 而是我们设计的先进芯片 国内的基础工业还造不出来 我们不可能又做产品又去制造芯片 这是有怨气的 就说 你看华为在很多场合都在讲这样的话 我们设计出芯片你们做不出来 我就评价一下 整体的 我刚才念了这个时段 整体的讲话我看了一遍 有几点 第1个 华为现在的困境其实反映了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状况 就是 他作为被美国制裁的一个企业 那么他面临的困境其实反映的是什么 很真实的反映了中国现在科技的状况 就是 他自己讲的 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核心的问题 就是 科研上的功利主义 不做基础研究 不做基础教育 就是依靠拿来主义 然后就拿来一个技术 然后就变成产品 就去挣钱 这就是华为现在面临的困境也是现在中国科技 科研的状况 这是第1个 第2个 任正非在很多场合都讲他很崇拜美国 就是 当然 任何的科技企业 他们都知道 为什么美国的科技会很强 他有两个原因 两个原因 第1个原因 就是美国的科技体科研制度体制 就是 教育科研他整个的体系他的生态 这个生态建立起来之后你在这里面一个科科技企业在这种生态环境 当中 他才能够找到他需要的技术 或者发展出他需要的技术 用这个技术做出产品 那么他在全球市场就能够有独特的竞争力 所以为什么全世界的科技企业 都离不开美国的,我经常讲美国的科研科技生态 这就是任正非 挂在嘴边上经常讲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 第3个 从任正非的讲话 再 展开了看中国的科研 中国的科研的整个的体制 还是一个方针 一个什么方针 赶超战略 就是赶超追赶 不断的在追赶 他不是在 做自己的事情 他其实还是 还是要去拿 还是要去拿,还不是在建立自己的基础 所以赶超战略 从任正非讲话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还是 目标还是要去挣钱 还是要去挣钱 当然 第4 中国要突破在科技领域 在科技领域实现这个突破 它既不是投资体制的问题 也不是科研体制的问题 而是整体社会制度的问题 你想一下 科研 科研体制 教育体制 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教育体制上的 调整,科研体制也是改变 调整也是接不上 所以这不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数的问题,这是一个道的问题 就是他有很多东西是从上而下 下来一脉相承的东西 如果你不把整个的体制解决掉 你是解决不了最终的科技的问题 这就是我说的 他不是一个速度问题 他是个道的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 前天的新闻 总理李克强签署这个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国家科技奖励条例 然后新的国家科技奖励条例是从2020年的12月1号开始实施 这个科技奖励体制呢,是为了干嘛呢,为了 自主创新 激发人才活力 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的一个措施 一个政策 那么在这个政策当中呢 奖励 企业,奖励个人 然后他把形成一个 一个条例 来系统性的奖励 进行奖励,这是什么 这就是数 就是我从结果上 我不管过程,我只管结果 谁能拿出结果来,我去奖励谁 所以什么叫不择手段 这就是不择手段 所以 在科技领域要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科技体制 科技几次我们翻过来讲,我们就不讲道 因为道太大了 道你想 你首先从教育方面来讲,我首先要解决教育的宗旨的问题 你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教育目标是解决 党的需要,那你教育目标就无法改变 你就出不来人才 你整个的制度就没有办法实现 实现所谓的科技创新 科技领域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教育放在一边,我们来讲科技,科技体制有两个问题 基本问题 就是我们只讲数的话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学乏的问题 中国的科技领域就是个学乏问题 学乏是什么 大家知道学部委员,学部委员 就是中国整个科技领域里 学乏制度的其中一个突出表现 就是学部委员 各个学部委员 一个学部委员就是一个学乏 他后面就有一票人 跟他吃饭 整个的系统 就是这个人的系统 这是第1个,学乏,学乏体制 是中国 科研体制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 来起来回都自己人 我是个教授,我最后变成学部委员 我手上拿着项目,我能去拿到各种各样的项目 然后我拿到项目,项目就是钱 分给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再分给他的学生,这一路下去 后面就跟着一串的人跟他吃饭 这是中国的科研体制 然后从上到下一路都是骗 骗下去,都是做假项目 1% 2% 大概 这种 就是骗,就一路骗下去 这是第1个,第2个,官本位 官本位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还是权力 其实中国所有的事情 就是从实现的方式就是权 最终里面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就是钱 权钱,就是两样东西 官本位就是权 就整个的科研体制当中 核心的 核心的分配 机制 就是官本位 就是权力 那中间就涉及一系列的 腐败贪污等等 这些问题,所以 中国能够产生自己的创新体制吗 不可能 没有这样的 土壤 和条件 就是因为这种制度,前面有学法 后面有官本位 所以中国还是只能靠什么呢 靠哪来主义 靠哪来主义 那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 这就是 我们从 任正非的讲话,我们延伸出来 看到中国科技的问题 中国的科技问题 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内循环 那 十四五 正在召开的五中全会 中 中心议题是十四五规划 十四五规划核心的要点 就是内循环 内循环要做到哪 其实有三个需要跨越的部分 中国要实现内循环,其实需要做三个跨越 这个三个跨越是什么 这个三个跨越意味着 你往前走 就是 其实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大概是1万 平均人均GDP,不是人均收入啊,人均GDP 一万到一万二千美元 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跨度 中国其实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意思 就是 他的整个国家的产业规模 已经达到一个这样的水平 也就是说他在制造业领域已经进入一个 相对饱和的状态 他的收入没办法增加 没办法增加 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就一直困在这个中等收入陷阱里面 他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必须做出一个什么重大改变 就他的产业链要往上走 必须往上走 去往更高端的产业链走 你往更高端的产业链走 你就必须发展什么 发展科技 你才能够上述到 有更高价值的产业链 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 科技 所以 如果你在科技领域没办法突破 当然你还有很多领域要突破,比如说内需 你要提高内需,内循环嘛 你要 要突破 要提高内需 要提高内需 还要突破什么 还要突破这个 提高内需,提高内需那你就必须提高什么 提高居民收入 你没有足够的居民收入,你实际上内需是出不来的 大家口袋里没有钱,他消费什么 实际上如果你要提高居民的收入 还是那句话,你必须进入更高的产业链 就是 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 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 那有一系列的改变 而最底层的改变是什么 就是科技体制 所以你从 任正非的讲话你可以看到 其实你通过这一系列的 一连串的这个逻辑关系你可以知道 第1 十四五 把中国的战略,经济战略 由双循环变成内循环 在一个这个战略调整 这个战略调整对中国 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是第1个,第2个 目前中国经济有没有条件实现内循环 是没有条件实现内循环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我刚才讲 我们从科技你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向更高附加值的 这个产业链升级 的基础 不存在 这是第1个 那你说以后存在我不知道,但是现有的条件是不存在 因为你科技 科技发展有问题 科技发展另外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当你自己没办法产生 新的科技的体制的时候 原来是什么 原来就是拿来主意 千人计划也好,各种各样方法也好 但是你现在碰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中美一交恶 美国开始把这个篱笆全扎紧了 美国把这个篱笆一扎紧了 中国就开始和美国的科技生态脱钩了 那拿来主意就拿不到了 这一头拿不到了 这一头你自己又没办法生产 那结果是什么,科技这块其实是会,两三年你会看到很明显的结果 就是中国和 和整个的世界的科技潮流在 甩得越来越远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我们讲中国要走出 走出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第1个要向 更高的产业链上述 另外一个就是要 靠内部消费 但内部消费当你内循环的时候,其实 居民收入不会增加,只会下降 这一头是没有疑问的 这一头是没有疑问的 所以你 中等收入陷阱要增加内部消费 要 升级产业链 还有个什么 还有个什么 中等收入陷阱要增加内部消费 要 还有一个 就是你整体的机制 整体的机制要调整 那么整体的机制,原来中国经济的整体机制是外向型 那你外向型你慢慢的要往回收 往回收这就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一个巨大的船 你在调整方向 在调整方向这个其实不是问题 就说其实 只要你付出代价 这个调整方向是可以实现 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就是 出口 出口线最近还可以,但是整体经济是处于一个 疲弱的状态 你来调整这个方向 要付出代价 风险非常大 风险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可以从 从任正非的讲话 到我们去分析科技的体制 到我们通过科技体制再来看 十四五规划里面的内循环 内循环的这一系列的需要做的一些改变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在正在召开的五中全会 它其中涉及的这个 这个经济战略的调整 中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 还有一些呢我就不想讲的太多,因为最近 还有一些传言 关于这个 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 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是非常的忌惮 因为 其实这就是还是赶超战略,就是说 用尽一切手段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说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 大计算啊,这个高能计算啊等等这些领域 进行 它找出一些关键领域去进行赶超 当然它的赶超战略的手段就是不择手段 美国的也是针对这个2025采取 进行全面的 2025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规划,这个规划呢 美国也是因为2025 和千人计划这两个放在一起 他发现了问题所在 所以也是 美国警醒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么现在关于2025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方案,据说是 化整为零 放到十四五里面去,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方案是什么 那有可能 有可能 也就是说中国在 在科技领域仍然持续 采取的这个赶超战略,他而不是 像任正非讲的 去建立他的基础 基础研究 一步一步上述上去 形成自己的 科研 科研的体制的全面的调整 最终实现自己的研发 他没有,他还是那种 赶超战略 总的来说就是这个 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今天就把 任正非的讲话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再对这个任正非的讲话进行分析 通过这个来透视中国的科研体制 和十四五规划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好吗 OK,我们看看今天 美国有很多的 美国有很多的华人都是在 科技行业,那么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好吗 鸣谢 谢谢,下令时结束了,还没反应过来 11月1号吧 11月1号也要看 调整过来了 林安,谢谢,是否知道的太多,反而会不快乐 不快乐是因为,不是因为知道的太多 是知道的不够多 才会不快 不快乐 真正的快乐是应该你知道的足够多,才能真正的快乐 谢谢 观点 任正非的讲话的核心是撂挑子 为后续的倒退和崩溃打预防针 我等一下我会把它发到 任正非的讲话演讲,我会贴到那个社区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任正非的讲话撂挑子 我没看出来他讲话撂挑子 观点,任正非跟真正的神级企业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真的是一个只会画大笔 一个不说大话只干实事 任正非是 他虽然他是工程师出身 但是他其实做销售 所以任正非讲话呢 通常做销售出身的人 他的特点是什么 他的特点就是会鼓动 你想嘛,我把东西卖给你 我要说服你 说服你,我必须把我能说的话全说 然后不仅是有一说十,可能是有一说百 总之我把他单子拿下,销售出身的人就大概是这个 所以任正非其实 非常的反映了一个 工程师 他说文字没那么华丽 就是讲事 但是呢他会 放大 夸大 就是销售 工程师跟销售 结合在一起就任正非 情绪,乔布斯说像傻瓜一样做一件事情 有一天你有可能会成功改变世界 华为说像傻瓜一样 为我做事你就会成功的 成为成功的傻瓜 改变自己 大家记住 这些成功的鸡汤都不要相信 没有人会告诉你 他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人会告诉你 什么马云啊马化腾啊这些 这些人的讲话 都不要相信 为什么 没有用的 你想一下 任正非说我像傻瓜一样做事 你真的像傻瓜一样做事你就成功了怎么可能 所以这里面 中国现在最流行的学科是什么 不是科学 是成功学 但是成功学本身就是骗人的 为什么 药方不一样 有什么用呢 对吗 中药 很多人迷信中药 中药的特点是什么 一人一病一方 一个人 得的病 不一样 方子也不一样 你拿着他成功的那个方子你来使用怎么可能成功呢 又不是他 对不对 所以那个谁说 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你看这就典型的骗人 没有人的成功可以复制的 哪怕是最简单的成功 都不能复制 每个人 必须寻找自己的成功 你只会有自己的成功药方 别人的成功药方在你来说就是毒药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观点中国商人成功的唯一秘诀是官商勾结,这是不能说的公开秘密 这是公开不是秘密 但是也不一定是 就是 官商勾结 能成功吗 也不一定成功 万一你找了个错的呢 就站错队呢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如果 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秘诀 自己探索就好 秘诀对你来说没有用 观点这个场景很能想象 习近平问手下人中国到底能不能造芯片 知情的人不敢开口 恶意奉承之备马上就复合,一定能造出来,然后龙 龙颜大悦 习近平比董明忠好不到哪去 也是一定认为只要砸钱没有办不到的事 因为没有知识所以容易被骗 目控一切 观点用房价 摧毁了劳动致富的信念 学校教出来的都是一些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 千人计划这种国家计划 都是拿来主义 傻子才搞基础研究 拿来主义其实是一个 变通的说法 就是偷 拿来主义其实就是偷 千人计划就是个盗窃计划 观点 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做大手术不改变崇尚 升学率不改变填鸭式的模式 中国不可能有超越美国的创造力 创新的本质是颠覆 这和 威权是天然的对立 制度不改 创新没门 非常对 中国的教育体制要改 首先要改什么 首先改宗旨 宗旨 宗旨不改 体制是改不了的 就是中国教育的宗旨必须改 变成什么 变成是培养人 培养一个独立人格的人 而不是培养一个 共产党需要的洗了脑的 人 这个很重要 这个宗旨一改变 体制才能改变过来 体制改变过来 才能真正的培养人才 观点 根本上讲要创新 首先要思想变革 中国需要的类似西方 文艺复兴式的思想变革 脱离政 这一层 谈什么都是白搭 什么制度都是浮云 思想才是根本 自由思想 非常对 非常正确 观点 中国不是搞不出来好东西 而是中国不给人提出自己观点 提出意见 比如我们知道苹果当年乔布斯 都觉得自己是个疯子 诺加当时笑了 说人喜欢有键盘的手机 苹果质量不好 容易碎 而结果呢 苹果风靡全球 美国就是这样 只要你不违法 你可以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市场会告诉你 你的发明有没有价值 而中国是政府主导 政府认为对才是对 没有强有力的知识 知识产权保护 是这样 也对 观点 香港基督教主佬 先生说 教育是 求真理 而真理是可以探讨和讨论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 怎么操作 非常正确 情况 记得微博上面有粉红发文说 你们没有听说过嫦娥奔月吗 自古以来月球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下面有一万多人点赞 中国人就是喜欢做梦 观点 美国的制度三权分立 各自制衡 所以权力没有那么诱人 很难寻租 社会精英要么搞科研 成为一个领域的大师 要么挣钱捐慈善 社会地位比公务员高多了 看看川普 做个总统 这么憋怯 整天被左媒追杀 拜登混了47年 想变现手中的权力 马上翻车 其实没有观本位的思想 全世界最接近 美国新大陆的平民主义的国家就是中国 中国没有世袭的特权阶级 一次次的运动和改朝换代 就是把特权阶级洗干净了 剩下的只是一个丛林社会 观点 没有充分的措施捍卫人民的民主和自由 一切都是吃人说梦 在战争或者困难时期 集权可以帮 有助于渡过难关 但是往全人类更高文明迈进 中共这种搞法完全是不行的 万一他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怎么办 所以 千万不要认为在战争时期 集权是有助于渡过难关的 不是这样 美国打赢二战 美国在两场战争 两个战场上 同时的打败了日本和纳粹 那是个民主国家 不是个极权国家 所以记住 极权国家并不并不有助于你渡过难关 民主国家才能真正的 凝聚共识 共渡难关 情况 今天回奶奶家 爷爷他老人家盛赞习近平 说疫情控制住了 还连续第17年给老人涨工资 说习近平说话也硬起了 比胡锦涛好多了 而且说美国越打压我们 我们就越支持国家 就像 打 对越反击战一样 我们只是 我只是 复合说是是是 真不知道给他们这一代怎么解释 其实也解释不通 如果真给他讲工资了 那不挺好吗 你就让他赞扬一下 也没啥 观点 赶超英美本身最大的盲点就是 你并不知道英美前方是什么 所以永远只在追赶 OK 问题 王先生上期节目分析了 日本正在 做准备 承接香港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动员和布局 在国安法实施时 我也与朋友曾经分析三个地方可以这么做 日本 东京 台北 新加坡 问题是 为什么只有日本这么做 其他两个地方没有做 他们 有什么政治考量 希望王老师解惑 我只能够讲我的看法 不是标准答案 我们可以探讨 我觉得 我有我的看法 我先讲 日本现在正在做 我认为是美国在后面的支持 美国支持日本没有 完全合理 为什么 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美国最重要的盟友 你想 日本 在亚洲 英国 在欧洲 澳大利亚 他们有同样的人种和价值观 加拿大是他的邻居 基本上你可以看他核心的盟友就这些 所以他支持日本去做 金融中心 就像他支持伦敦做金融中心一样 他是他的核心盟友 所以我认为在政治上 美国支持日本做国际金融中心 这是他的合理性 这是第1条 当然日本 有人讲日本 金融很发达 有人讲日本很落后的 总之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毫无疑问 有一条 日本 要做 金融中心必须做两件事情 第1件事情 他进行制度性的改革 非常多的改革 他必须进行 对他的制度进行改革 让他的制度更开放 让他的社会更开放 让他的文化更开放 所以他们提出来在东京搞一个金融特区 有道理 因为整个的社会改成本太大 时间太长 我把一个地方画出来 这个特区 我在特区里面先去改 像成本低 见效快 容易实现 所以你可以看这件事情其实日本 日本已经开始动手在做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议题 他已经是一个行动 他们已经在做 所以后来我把这个标题改了 我原来的标题是 日本准备 后来我改成什么 日本着手 日本已经在行动 这是第1个 第2个 很多人提出来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跟香港很像 双成计 几十年我在香港的时候 经常香港会拿新加坡来比 新加坡也会拿香港来比 所以你想一下 如果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保 那么他很自然的往新加坡转移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新加坡有它的短板 这些短板是很致命的 第1个是安全问题 这是个 城邦 城邦就是一个城市 就是一个国家 它很小 它安全上是很脆弱的 这是第1条 第2条 在美国的盟友系列当中 新加坡 不是他的盟友 那么你想一下 美国在金融领域是霸主地位 那么当然美国的金融资产 金融的规模 在金融领域的机构也是最庞大 这个没有疑问 所以在这个领域 美国是有发言权 甚至有决定权 这也没有疑问 所以你让美国去选择 是选日本东京 还是选新加坡 我觉得美国会选 日本东京 所以为什么不是新加坡 而是 是 东京 原因就在这里 那有些人会讲 说那为什么美国 美国支持这件事情就能成 或者美国不支持这件事情就不成 他就是这样 这就是 目前的政治现实 你要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你肯定要得到美国的支持 你才成得了 为什么美国那么多金融机构 他在这做大 他很多资源要放到这里去 美国政府他如果不 不支持的话 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对金融来说 对资本来说 政治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所以我认为 新加坡的可能性 当然比较 这都是比较出来的 新加坡的可能性没有日本 原因就在这里 还有就是台湾 还有人提出来这个 澳洲 悉尼 悉尼在域外 我说域外是什么 大洋洲嘛 他在域外 他和其他的经济体 距离有点远 所以我不认为悉尼有条件 或者是 澳洲有条件做这件事情 他和大家隔开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 地理上的问题 纯粹是地理上的问题 他的条件也不错 但是他和 其他经济体的联系太薄弱 所以这个问题 悉尼 我认为他没有进入菜单 根本就没有进入那个list 还有一个就是台北 有人问台北行不行 台北不行 台北不行的原因是什么 安全问题 大家想一下 两岸关系这么紧绷 最敏感的其实就是资金 资金对 对风险零承受 所以你会跑到 你作为一个金融机构 你会把 把你的总部放在一个有 有战争风险的地方吗 一定不会 所以 台北是不可能 不用考虑 但为什么日本就可以考虑 日本军队很强大 没人打得过他 至少在亚洲 所以 大体上我是这么认为 提问 以色列是美国的核心盟友吗 我觉得以色列后面在中东安全上 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美国需要以色列 以色列算 盟友是什么 盟友就是 你给我 我要的 我给你你要的 以色列当然算美国的核心盟友 因为 美国给以色列需要的安全保障 安全支持 没有美国的支持 不存在以色列 那么以色列也需要完成美国需要他完成的一些战略动作 所以他们应该是核心盟友 观点加情绪 王老师好 中国的急功近利主义已经渗透到全社会 日本的科研者可以默默耕耘10年 仍然受人们的尊重 尊敬 中国的科研者只要一到两年没有成绩 立马被刷下去 被人质疑唾弃 洗脑术更是恐怖 永远只重视外表 我是做旅游业的 客人来到马来西亚 看到高楼大厦没有中国多 就批评马来西亚落后 但听到能享受各种国民福利后 目瞪口担 无一例外 高楼大厦是洗脑洗出来的 就政绩工程嘛 政绩工程你肯定要肯定的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高楼大厦其实是什么 高楼大厦其实是一种都市化的象征 那么都市化的象征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崇尚高楼大厦 因为他们都来自农村 中国的大部分人来自农村 看见高楼大厦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到了城里 我到了城里 高楼大厦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表 一个 象征 那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 看着高楼大厦 没有中国人看着高楼大厦这么 这么震撼 中国有城乡差别 中国的城乡差别 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差别 所以你在其他的国家 城乡之间的 这个分也没那么清晰 我住在某一个乡村 你在美国的一个乡村跟一个城市 它差别不大 为什么差别不大 公共服务差别不大 有差别 但差别不大 但是在中国 你在农村 零服务 你在城市有一些很关键的服务 但是你可能要给钱 所以 中国的乡村是基本上政府已经放弃掉了 没有公共服务 但是你在城市里面有一些公共服务 像教育啊 医疗啊等等 交通啊 所以城乡差别巨大 然后中国人才对高楼大厦这么崇拜 原因是我到了城里 我变成城里人了 这是一个象征 这是一个心理暗示 所以你看中国人到全世界旅游 他上来看的是什么 上来看的都是高楼大厦 因为高楼大厦 对他来说 才能够有身份的认同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中国人跑到美国来看 用美国 不行啊 落后啊 原因是什么 没看见高楼大厦 观点 中国只要不独裁 军阀混战时代都能产生大失 军阀混战也是共产党洗脑的其中一个描述 军阀混战嘛 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分裂的恐惧 提问 老师觉得中华民国初年为什么出那么多大家 网友答 民国时代大部分时候都是联省自治 国民政府是小政府 很多地方他管不了 出大师的只有一个前提 就是什么 这政府管不了 政府大一统 不会出大师 只要大一统 我们刚才讲的教育 只要教育为某个党服务的时候 就不会有大师 大家都在洗脑 怎么会出大师呢 观点 同意王先生 培养学生一定要从政治制度上改变学生 将来为党服务的宗旨 我是学机械毕业 不要说芯片 就金属材料学 机床精密度来说 目前还是欧美 台湾 日本遥遥领先 人家沉淀了将近一个世纪得来的科研成果 我们怎么可能几十年完全超越 学生不接受为党服务思想 就是不符合党的利益 到今天恐怕都是自欺欺人 没错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结果 这个结果 过去几十年酝酿出来的结果 就是中国科技的现状 中国想用几十年超越别人上百年的研究 无非是一个办法 把图纸偷来 照超一遍 这就是中国超越的方式 没有别的方式 你还怎么超越 我没看出来怎么超越 情况 我在推特上碰到一个公开承认自己体制内五毛身份的 舆论引导员 他公开说 不要拿全学生质问大陆出不来大师 因为为了稳定 就不能冒开放思想控制的危险 所以我们不需要大师 OK 所以大师也别去那里 大师离开那里吧 观点 出生在农村竟然成了原罪 很多人前半辈子的奋斗就是为了在城里正常生活 为了下一代 不会低人一等 真的是无耻到了极致的政权 歧视农民 歧视农村 歧视农业 就是中国几十年代的歧视 所以我经常讲 在当今世界 最没有资格批评任何的歧视的国家 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到现在 还在进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歧视 就是歧视农村 歧视农民 中共就是干这种事情 情况 研究所时 曾经和来自中国985的同学一起修课 基本功相当不错 只是在实作方面完全没有经验 工程的东西没有实作 当下很佩服985同学 可以融会贯通 结果 过了一个月以后 985的同学完全跟不上 毕竟我们在大二开始 每周要花大量的时间手做的科目 985同学很难在短时间之内赶上 真的很可惜 基本功相当不错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中国的学生花了大量的时间做练习 大家知道 你在花大量的时间做练习的时候 你对这件事情的认识 你对这件事情的熟练程度 当然是很强的 但是这个 中国的教育就是有一个缺点 很多缺点了 主要的缺点 一个 不培养大家的动手能力 就是做题目 做题目不用动手 不做手工 那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阅读太少 没有阅读 阅读太少 就这两个 一个动手 一个阅读 其实我觉得 中国教育 从阅读跟动手 当然你要是把所有的书给全给 焚书坑儒把那个 靠谱的书全烧了 那也没办 阅读也是 读来读去 冒选 可惜啊 观点 现在的国人都是没有羞耻感 没有是非观 偷算什么 把病毒传播全世界 还沾沾自喜 防疫自己最成功 观点 高楼大厦不是农村人的选择 高楼大厦只不过是共产党和资本结合的怪胎 这样的楼房一方面满足了党的需要 另外一方面满足了资本的需要 并不是国人喜欢高楼大厦 喜欢高楼大厦 国人喜欢高楼大厦 为什么 高楼大厦真的是 高楼大厦其实建筑 建筑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建筑 建筑本身 建筑里面包括了很多很多东西 你看如果写字楼 写字楼反映什么 反映了你的工作方式 或者 也反映了你的文化取向 所以建筑是个非常伟大的作品 建筑 每个国家的建筑就是他 这个国家的 形态的 浓缩 所以建筑很重要 中国人喜欢高楼大厦 这本身没有错 喜欢高楼大厦没有错 所以建筑很重要 喜欢高楼大厦没有错 但是中国人对高楼大厦的痴迷 我刚才讲 中国人对高楼大厦的痴迷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这个中国的城乡差别 他的 心理上的诉求 观点 日本的拖亚入 拖亚入欧 实际上就是思想上摆脱了中华的 法卢文化 所有的这些例子都在教我们要怎么做 就是要摆脱法卢的这一套进行 思想变革 网友说 日本没有抛弃儒家文化 只是引进了西方文化 两者共处了吧 怎么说呢 中国喜欢是 抛弃 烧掉 拆掉 你留着他有什么不行呢 他如果有生命力 他自然会 存在 他没有生命力 他就会消亡 你为什么要抛弃他 所以不应该抛弃 都应该留着 都应该留着你认为不对的东西 不对的东西也要留着 这才叫百花齐放 你认为不对的东西 可能在别人就是对的 所以 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 保持这种宽容吧 你就保持宽容 保持思想上的宽容 你才能够接受不同的东西 你才能够真正的 对这个世界有 更完整 更全面的认识 情况 王老师 原油宝的是 中国银行保监会定义 调查结果为国家机密 不予公开 我看到了 提问 王老师 如果5到10年维持中等收入水平不下降 等于大家都保持现有生活水平 这样可能吗 经济上的竞争 就像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所以 你说 你保持中等收入水平不下降 我不大理解 你说保持中等收入水平不下降 等于大家都保持 现有的生活水平 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 因为现有的生活水平 生活水平是有两个 两个因素构成 一个因素就是你国内的物价水平 另外一个水平就是你和其他国家相比 所以 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异 所以很难比较 情况 我在美国读博 动手能力和美国同学比 差了一大截 其实美国人比中国人聪明多了 中国人才是什么都摆在脸上 看得起看不起 美国人不喜欢你 不会让你发现 你想一下 如果你一天把80%的时间 都在做这件事情 你当然在这个领域 你会比较强了 你在这个领域比较强 不意外吗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80%的时间都放在这上面 或是90%的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情 你其他事情不会做也不意外 是不是 你说呢 情况 德国的幼儿园学习收拾归类 小学的家政课学家庭收拾 补衣服 手作等等 情况 中国现在已经把学校图书馆里稍微靠谱一点的书都给清洗了 市场上也不让卖 对中国人来 才是对中国人 才是最危急的状况 非常正确 这就是焚熟坤儒 中共又在做一遍 焚熟坤儒的事情 观点 其实中国人是普遍善良 但体制把社会变成了 吃人的社会 您说的没错 共党是妥使 他把中国变成了粪坑 只有变成区才能活得自在 非常正确 观点 高楼大厦是中国人能看得到 摸得到最直观的进步的代表 所以中国人以为标榜自己国家的强大 但是国家真正强大 应该是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思想开放和创造力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他说得非常的好 鸣谢 谢谢 支持王老师 谢谢 请Max吃大骨头 好吧 谢谢 谢谢 情绪 最近 全球都关注 关注美国大选 王先生刻意回避 会带来频道关注度下降 这个频道因为过去对疫情热点的及时报道 迅速成长 现在因为有顾虑和包袱 不想观众所想是危险的举动 不仅影响一时 也影响未来 即使大选过去以后 你这是威胁我吗 我解释过了 我解释过 我不再解释了 请你尊重我的决定 我知道会有影响 但是 我更愿意坚持我专业上的坚持 好吗 所以你也理解我 行吗 鸣谢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 欢迎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 订阅